各位民視台灣學堂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科書外的台灣史 我是隱言人陳彥琦 以及我們的主講人薛化元老師 在前面的幾集裡頭 我們有跟各位觀眾朋友們介紹到說 台灣其實有20世紀以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那麼從1949一直到1987年的戒嚴期間 我們說特別是軍情機關 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扮演著對人權的前置的角色 這也是造成戰後台灣長期白色恐怖的關鍵 只不過我們這裡在講到說 1949年的戒嚴令 恐怕會跟各位印象當中 而戒嚴令的開始是1949年5月20號 這件事情不太相同 因為事實上 我們如果是去細看戒嚴令的話 1949年5月20號的戒嚴令 跟1949年12月28號的戒嚴令 它其實是不太相同的 那在這個部分裡頭呢 我不會請到主講人薛化元老師 來給我們做更多的補充 老師 是 彥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之所以會 好像很斤斤計較 哪一個戒嚴令的原因是因為 忠使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規定 戒嚴也有戒嚴的程序 那1949年5月20日 陳陳是沈主席兼警備總司令 他下令戒嚴 那在戒嚴裡面 我們之前在節目中跟大家提到 所以這個戒嚴令的內容呢 很多是跟本年戒嚴法 都沒有的部分都加進來了 所以很多內容是違法的 那實際上對大家而言 包括過去監察院的調查 最care的事情是 戒嚴令到底有沒有依法公告 而產生罰銷力 那現在在公務裡面 找到最有限的資料是 陳陳擔任東南京政長官 在一個公務裡面提到說 5月20號戒嚴令有依法上層 可是其他部分我們都沒看到 也沒看到核准災案都沒有 所以證明終始上層也沒回來 那等到陳陳擔任這個東南京政長官的時候 那麼他才說是不是要把台灣的戒嚴令 劃入全中國的戒嚴令 同時劃入為接戰第一 這個接戰第一我們也講過是在1949年的10月28日 由代行總統職權的行政院長 第3那麼下令公佈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根據臨時條款的話 那戒嚴令的發布是需要行政院會議通過 總統公佈的要件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看到從11月2號當時行政院會議通過 到12月28號請注意一個是在中國一個在台灣的 在下令公佈 所以程序要這樣講是勉強算是沒有太多問題 只是大家記得接戰第一的戒嚴有它的正當性的基礎 那在台灣講這樣是對的嗎 是值得再思考的 所以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應該要去調整一下 我們對於戒嚴的開始 並不是從1949年的5月20號 而是我們如果說長期的白色恐怖以來 我們其實依照的它是在1949年12月28號公佈的戒嚴令 而這個戒嚴令其實是屬於接戰地獄的戒嚴令 那老師也跟我們提到說所謂的緊急處分權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緊急處分權它的法源來由的依據是什麼 因為根據臨時條款賦予的緊急處分權 我們會知道說1948年的國民大會 制定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透過臨時條款的制定去授權了行政院會議 通過之後總統可以頒布緊急處分令 這邊所提到的所謂不受憲法相關程序限制的內涵 除了緊急命令之外就是戒嚴令的部分了 那這都是為了因為中華民國沒有緊急命令法 所以才透過臨時條款賦予緊急處分的權利 這個地方要說清楚 它只是說因為沒有緊急命令法 所以賦予緊急處分的權利 但是臨時條款這一條裡面有寫到戒嚴 可是中華民國是有戒嚴法的 所以它不是因為沒有戒嚴法 所以在臨時條款中做這個規定 這個規定主要是針對緊急命令的相關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先做個說明 第二很重要的是 我們跟大家提1949年12月28日的戒嚴令 並不是說我們不認為1949年5月20日的戒嚴令是沒有意義的 它有意義 只是更要強調的是 後續的戒嚴令是延續到有了改變的過程 從原來的台灣的戒嚴令 劃入了全中國的戒嚴令 由所謂警戒第一的戒嚴 變成接戰第一的戒嚴 不過戒嚴是延續的 38年的戒嚴一樣沒有打成口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關於憲法的第43條 它其實裡頭有提到說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瘟疫 或者是國家的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 需為急速處分時 總統於立法院的休會期間 得今行政院會議之決議 依緊急命令法發佈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 但需於發佈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如立法院不同意時 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那這樣子聽起來是否是說 其實如果是根據憲法的話 即使有做緊急命令的處置 還是要經過立法院追認才算是有效 是 但是不只這樣 請大家注意看43條 我們在43條寫的是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利益 或者財政經濟的重大變故 你們發現什麼沒有? 政治的重大變故沒有 那你這樣就知道 1978年 美國宣布不承認中華民國政 蔣經國發佈緊急處分令 假如是要根據緊急命令法 這是不可能的 我還記得當年1979年政治大學的 應該是政治系的入學考就考了這一題 根據什麼停止這個選舉 很多人覺得這當然是根據憲法緊急命令 實際上不是的 這是根據的是臨時條款的緊急處分 也就是臨時條款的緊急處分 是包括財政、天災之外 還包括了政經情勢的重大變故 是我們也來看一下老師所提醒我們要看的是臨時條款的相關規定 就是包括第39條的戒嚴在內 總統在動員勘亂的期間 為了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 或應付財政經濟上的重大變故 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 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程序的限制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看待這一條法令呢 就是因為定成這樣 所以讓我們對臨時條款的效果會產生誤解 什麼意思呢 如果臨時條款只有緊急處分 也就是處理原來緊急命令那一塊 而不包括戒嚴的時候 我們想一下究竟臨時條款的緊急處分 對臺灣整個政治經濟的發展 有造成重大的限制或傷害嗎 可能沒那麼大 為什麼 因為馬上想到 那總共幾次緊急處分 1948是財經的問題 經元件的這個部分 1959當時臺灣歷史最大的87水災 再來是1978 也就是停止這個 政和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 對整個憲政體制來講 影響沒那麼大 可是戒嚴就不一樣了 戒嚴總是從1949年 一路延續到1987年 那這樣長期軍管的狀況下 對臺灣整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都有很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要評估臨時條款 這一個緊急處分 對臺灣憲政體制所造成的影響 千萬不要只極限於 所謂跟緊急命令相關那種緊急處分 一定要記得它跟戒嚴相關這一部分 而這部分剛好就是臨時條款 在這個部分對臺灣造成最大影響的部分 是 老師在節目的一開始有跟各位觀眾朋友們 其實有提醒到說戒嚴法跟戒嚴令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麼戒嚴法它其實必須要受到立法院的追認 可是我們來詳細看一下戒嚴令本身 戒嚴令其實是沒有需要經過立法院來追認的 那麼透過臨時條款的規定 戒嚴令就變成了行政院會議 經過總統的頒布即可完成法治上的程序 無需經過立法院來追認通過 那這麼樣來看的話 是中華民國政府要下達戒嚴令 行政院的會議通過 承請總統公布 就可以由行政部門來片面決定 而不需要通過立法部門的追認 是 所以這裡面有人把它解釋成說 臨時條款是不是總統的擴取 可以說是可以說不是 你不能說總統權力沒有擴大 可是真正大的是什麼 是行政權的擴大 因為程序是沒改變的 無論是原本的戒嚴令 或者是原本的緊急命令法 都是需要經過行政院會議通過 就這部分來講 中史根治與臨時條款 也是一樣要經過行政院會議來通過 所以這部分來講 總統不可以自己一個人來決定 是不是要緊急處分 是不是要戒嚴 這一點來講 請大家特別注意 是行政權的擴大 可是為什麼大家覺得總統的擴大呢 如果你長期收看本節目 你就應該了解 最大問題就是 蔣介石總統 以他的意志臨駕了體制 包括臨駕介營體制在裡面 因此你看到是總統的意志 在裡面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因此我們就說總統擴權 所以這應該這樣理解才對 臨時條款跟總統擴權 產生密切的相關 在我們過去節目就說過 那要等到1960年以後的事情 是 那我們看到說戒嚴法跟戒嚴令的不同之下 回頭想要問老師一個問題的是說 那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曾請行政院 把台灣劃入全國戒嚴令 並且作為接戰地域的這個戒嚴令 是不是有合乎法定的程序 基本上來講 比起1949年5月26日的戒嚴令 這個戒嚴令比較合乎法定程序 怎麼說 他是東南軍政長官層層 把這個戒嚴令上層到行政院 行政會議在1949年10月2號 就通過了 通過以後 他就根據臨時條款的規定 曾請總統公佈 可是總統就沒公佈 因為代總統李忠仁就沒有進入總統 沒辦法辦公 這是在之前節目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這樣來講 他當然就沒有達到法定的程序 問題是這個戒嚴令 當時也沒公佈 他公佈是要到1949年的10月28號 也就是行政院院會搬到台北 在12月9號第一次在台北開行政院會議 之後這個時候 總統蔣介石早在1949年1月就下野了 代總統李忠仁在1949年11月下旬就出國了 那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代行總統職權的就是行政院長尹錫山 也就是那一個組織行政院會議 通過把台灣劃入全國戒嚴令 並作為接戰第一的戒嚴的這個行政院長 那他原本是陳請公佈 現在陳請公佈那個人不在了 代總統不在了 那總統權限歸他行使 所以就由他發公文給了行政院相關的部會 譬如說國防部 那通知了東南京陣長官公署 為什麼 因為是東南京陣長官公署陳請要求的 所以要恢復他 同時副本給了台灣省政府 所以東南京陣長官公署呢 就在收到公文之後的1950年1月6日 就下令公佈 那台灣省政府的省主席吳國珍說到公文之後 我現在講是說到行政院的公文之後 就下令公告通知各部門 而且把這個戒嚴令刊登在台灣省政府公報上 所以就這來講是合乎 動言勘亂時期臨時調緩的戒嚴的程序 是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教科書外的台灣史 我們再說到台灣從原來的警戒地域被劃到接戰地域 這個戒嚴令的頒布的過程是怎麼樣的呢 陳誠在公文上成之後啊 行政院其實沒有立即來處理這件事情 一直要等到1949年的11月2號才在當時候的行政院長 嚴錫山的主持之下 在行政院的政務會議中通過 同時嚴錫山也下令來發文說 曾請總統公佈 可是如果等一下老師會幫我們說明的是 從事後的檔案啊或者是史料啊來查對 當時候的狀況幾乎可以斷言說 其實當時候的總統並沒有下令公佈 那在這裡我們就要追問老師的是說 那為什麼當時候的總統沒有下令公佈呢 事實上是這樣啊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 在運作上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蔣介石雖然下野 可是仍然透過黨務系統來 會主導國家重要的政務跟人士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所以李宗仁動不動就跟蔣介石兩個 實際上就是在檯面跟檯面下 都彼此互相的這個角力 那另一方面是大家不要忘記 等到陳陳上公文是1949年的8月 1949年的8月 南京早就失守了 那中華民國國軍在國共內戰裡面 當時持續的遭遇到敗退的狀況 只是政府沒有直接退到台灣 他原來想循著所謂抗戰的模式 退到四川 用西邊跟東邊來對抗 可是這局勢已經跟對對抗戰是不一樣 這是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樣子在這期間 李宗仁並不是持續待在中央政府所在地 那從11月2號開始 一直到他11月21、22出國前後 我們在資料看起來就可以發現 李宗仁並沒有到四川的中央政府所在地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好像沒有公佈 那這個東西是一件事 因為這是事後調查的結果 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 那當時政府對這件事很關心 以前想說到底資料是什麼呢 那甚至懷疑是不是公告以後 那公告不見了 現在我們經過考證可以發現 主要是沒有公告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沿錫山 他對於接戰地的戒嚴作為 1949年的時候12月28號 代行總統職權的行政院長沿錫山 就以台38次第0155號的代電 去通知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核准他們所提的要求 也就是將台灣省準化定為接戰地域 依照戒嚴法的第二條 規定區劃不告之 也就是讓大家知道說台灣是變成接戰地域 還有相關的法規等等的變化 當時東南軍政長官的公告 是登在報紙上 我有找到當時的報紙 是 那麼是登在報紙上 趙老師說的嗎 那我們說1950年的時候3月 蔣介石就宣布了所謂復刑事事 那在之前的節目裡頭 也都有跟各位觀眾朋友們介紹過 那在那個前後啊 接戰地的戒嚴就被排入議程來處理 那台灣在遷台後的立法院 就在1950年的3月14號 於第五會期的第六次會議 來根據原本戒嚴法的程序來議決 那議決的內容就是說予以追認 而且由代院長劉建群 來諮請行政院以及復刑事事的蔣介石總統來查照 實際上這個追認很有意思 因為前面整個發布的過程 就不是根據戒嚴法的程序 OK 你要根據戒嚴法的程序來追認 怎麼追認 更重要的事情是 當時追認的內容可不只包括這個 因為袁錫山在中國大陸期間 把這個公文送立法院的時候 連之前李宗仁頒頒布的都 那是全國建立都送到立法院去被查 結果他出的方式是追認 不過因為追認總是感覺上 民意機關有賦予這件事情正當性的感覺 所以當時也沒有人注意這個事 既然這樣公文到了誰身上 一個是給總統 一個是給行政院 行政院長是陳陳 這個事情就是原來他自己提的 他當然就在公告一次就是了 他說下令在公告 總統怎麼樣 他就查照就是了 也沒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就存查 是 那我們再看到說 發出了這個命令之後 行政院就收到立法院的資文 就令知國防部 司法行政部 及台灣省政府這些機關 台灣省政府收到行政院的公文之後 終於在1950年的4月5號 以39卯為輔 宗法自第2733號來宣告說 電台灣省政府所屬各機關 為奉行政院令之前 將全國包含海南島台灣 一併化作接戰地域實施一案 業經立法院追認轉息之兆 而且還登載在台灣省的政府公報上面 是的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再一次的公告 這不然是代表對立法院的尊重 最重要是無損 這公告有沒有公告 對戒嚴令的效果是沒有差別的 我這一點希望大家了解 不過有趣的是這樣 台灣在之前 跟金門馬祖是兩個戒嚴令 因為這樣的下來 台灣跟金門馬祖 台盆金馬處於同一個戒嚴令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等到解嚴的時候分開了 先把台盆先解嚴了 金馬解嚴又是第二件事情 所以就是了解這個戒嚴體制的內涵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跟一般我們所理解的戒嚴是不大一樣 我想這一集主要的目的是跟大家說明這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常常很簡單的認為戒嚴就戒嚴 實際上戒嚴的內容是複雜的 不同的接戰跟警戒地域所下的規定 哪些移送精華審判是不一樣的 同時因為這個關係 另一方面就是台灣跟台盆金馬 第一次處在同一個戒嚴令下 今天教科書外的台灣史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大家